Kennifer,如果Rode Bike他們就會有一些UCI比賽 好像環化這些標誌性很出名的比賽 其實在Fixier的文化裡面有沒有你們自己的比賽呢? Fixier也有比較我們的文化力 有幾種的,偏向 第一種就叫做Olicat 野貓賽 其實原本這種比賽是比 剛剛我說過,這些單車最初是油踩 其實這種比賽最初是油踩自己圍內玩的比賽 你作為一個油踩在城市裡面 你應該要對每一條路,每一個交鋒狀況 你是要很熟悉的 所以他們以前會在圍內做的比賽 就是類似城市定向的 很簡單,可能一個起點 然後他們會給你10個checkpoint 你們總之鬥快去10個checkpoint 不管你用任何方法 當然你不能坐車,不能坐地鐵 總之都是踩單車 我不管你怎樣踩 你可能鬥快去10個checkpoint 回到終點 那就為了冠軍 以前是油踩踩的 但後來其實都變成一個Fixier文化的比賽 當然你踩烏龜也可以參加 但意思可能就沒有了 對,是Fixier為主 明白 另外一種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Fixier都是 帥仔踩,爛仔踩的 潮同踩的 很多人的誤解 是潮同踩的,你不會單車 但其實Fixier一樣有非常專業的繞圈賽 其中有一個叫Red Hood Creek 紅歐賽 對,很出名的 世界性的 它在世界不同地方 會有分站 對,會有分站 可能西班牙也有,美國也會有 其實很大型的 都很大型的 那就是一個很專業的繞圈賽 是會封路的 OK 那好像... 即是一條賽道這樣 對,在城市裡面封路的賽道 其實跟... 其實跟... 早上星期六日 香港鬥車一樣 都是封路 封路去 不過我們都只是Fixier才可以參加 那些選手是很專業的 穿了單車衣服 不像我們平常會穿半服 甚至乎有很多是職業 或者是半職業選手 來參加 所以非常職業化 所以其實不是想像中 只有underground的比賽 是的,也有一些是很專業的 OK 很世界性的 我們的贊助是 GTA的發行商 Roxa 那你想想其實是很大 都可以教得到 只不過可能我們對這個 對Fixier見識比較少 最遠沒有什麼標誌性比賽 對,對 還有一個叫Mini Drone Mini Drone是什麼呢? 我們這種單車 剛才我講的就是 場地單車 場地單車踩的那種旺形場 叫Velodrome 我們就把那個鑊形單車場 一個鑊形單車場 一個鑊形單車場幾大 三百多米 一個圈 我們把它縮到很小很小 迷你版 所以叫Mini Drone 我們在上面有兩個人 對著追逐 互相捉大家的尾 或者是逗圈速 飛出去 是被炒得很糟糕 會飛出去 真的會炒得很糟糕 因為它的圈速度太小 因為它是斜的 對 很多時候在直路上 一給油 你殺不住 你就會整個人飛出去 明白 真的炒得很糟糕 很刺激的比賽 對,還有全世界 不是很多地方搞過 香港是其中一個 應該日本也有 日本也有 日本也有 是Red Bull搞的 全世界 但歐洲也有 其實也很有規模 Red Bull搞的 也很有規模 其中一個地方選了香港 其實是 你也很有 也是 有面子 沒錯 Kennifer Fixed Gear 其實在香港也有很多人玩嗎 其實Fixed Gear 在香港是流行過幾次 最初的時候 我記得大約是 08-09年左右 之後就沉了一點 後來其實Fixed Gear 在香港最黃金的年代 我會覺得是 12年到15年 16年 那時候Fixed Gear 在香港是最熱的 就是 剛才我說過 有很多大型比賽 甚至有很多品牌 會搞比賽 剛剛我講過 Red Bull Leaver是有搞過 Leaver是有搞過 在香港 所以那個年代 其實算是Fixed Gear 在香港最黃金的年代 後來幾年 就少了很多人 因為其實 土豬的原因就是 Fixed Gear 比較多年輕人 大家大了 工作 家庭 各方面 就變成熱情 冷卻了 但近一兩年 其實是 多了很多 年輕人 因為其實 疫情關係 全世界都是 沒錯 不單止Fixed Gear 所有Roll bike Mountain 摺車都是多 你看到所有單車鋪 賣到 很誇張 單車賣到 斷了 Fixed Gear 一樣 都是跟著 多了人踩 單車這個喜好 對 因為有些人 我不想踩Roll bike 我不想踩 我找一些特別的單車 可能他們就會選擇了Fixed Gear OK Kenneth 如果 例如我對Fixed Gear 真的一枝半架 如果我想玩Fixed Gear 情況下 你會不會有什麼品牌 是做Fixed Gear 很有名的 做Fixed Gear 很有名 因為Fixed Gear 也是單車 其實 所有單車的大牌子 基本上 他們都有出場地車鋪 場地車鋪就是Fixed Gear 我們就會 拿那些來踩 另外 如果做Fixed Gear 會比較有名 或者你上網 搜尋Fixed Gear 我一定會看到的 會有什麼 例如Cinelli 意大利老牌子 Roll bike 其實都有 以前Cinelli是做Roll bike 但 是意大利的一王四后 很久的歷史 香港的 踩單車的朋友 應該沒什麼 不熟 不熟 因為香港都是Pinarello Hocanago 但其實 基本上 是跟他們齊名的 以前是 但是他們 如果你說Fixed Gear 戴的話 他們就會比較有名 你上網 很容易看到Cinelli 的車 意大利品牌 那 有些 譬如本地 亦都有本地牌子 Fixed Gear 原來很厲害 本地牌子 有一個叫Scream 的 品質 性價比很高 沒錯 另外還有一些經典的 美國牌子 可能有些Leader 車子很破風 管材很扁 至於其實 因為Fixed Gear 始終是一個比較冷門的 彈斜的種類 所以 品牌來說是偏向冷門的 OK 例如 例如 你可能會看到 Giant 的Fixed Gear 或者美利大 Fixed Gear Giant的Track Bike 對 Track Bike 其實很多已經停了產 Fixed Gear 我們很喜歡 找回舊的車 復古一點 或者 如果你想玩鋼架的話 因為Fixed Gear 通常都是鋁架 或是卡磅 Roll Bike 現在是卡磅 九成的 在香港 但是 我們其實很喜歡鋼架 鋼架的路感很舒服 吸震一點 吸震一點 還有線條更好看 因為很有身 如果鋼架 我們會經常去找 日本競輪的退役鋼架 日本競輪 日本競輪是賭博 好像香港賭蠻 不過他們就賭單車 這麼特別? 對 到現在還有這個比賽 因為他們所有單車都要 經過驗證才可以下場 哦 就像UCI 然後要經過這些 不過他們就叫NJS 那個協會叫NJS 經過認證才可以下場 他們的標準 是在用很多年前的標準 所以他們到現在都在開鋼管的車架 我們都會經常去購買鋼管 他們退役的車架 哦 你不說了 原來日本競輪 日本競輪 日本競輪 跟賭馬一樣的 幫我賭錢 ok 不不不 跟賭馬一樣 賭單車 到現在都還有 那如果 譬如我是一個新手 我想買一架 Fixed Gear 會不會花很多錢 才能買到Fixed Gear 其實 還是千多元 兩千元 其實都可以玩到 你付得多些錢 你會享受一定會更多 千多二千元 不是沒有的 當然都有 但可能的車會很重 零件的質素 很差 可能不耐用 不順暢 你會影響你的體驗 相信 即是Rollby一樣 都有千多二千元 都有 但是 比較差 但如果跪起來會怎樣 Fixed Gear 跪起來可以去到十幾萬元 因為Fixed Gear 剛才說 其實它是長地單車 長地單車 通常是國家隊 專業隊才會去比賽 全部都是 國家的基礎 那些單車全部都是專業級 最頂級的 那 好像英國隊 在奧運會踩的那輛車 是Hook 英國單車牌子 和連花合作 真的做單車的連花 不是 做私家車的連花 跑車 對 合作出了一部 車架 如果我沒有記錯 差不多十幾萬元 只是車架 差不多二十萬元 有錯 不過我只剩下 只剩下 只剩下車架 所以 你要去到那些 都可以一樣很貴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是Fixed 其實是年輕人 騎車 但其實貴起來 普通人買不起 對 對 好 好 今天呢 希望大家看完這個訪問之後 會對Fixed Gear這個文化 會了解多一點 因為其實我主要希望大家 很多方面去認識單車這件事 不要只困在road bike 然後mountain bike 然後接車 其實單車有很多類型 很多不同文化的 我想大家好好地了解一下 那 都希望大家去 Follow Kenneth的IG Lafello Bike 我會放連結在那裡 應該在這邊 然後就 訂閱我的貓 訂閱我的貓 超可愛 他都有IG 我會放在那裡 然後也可以去 Like他們的Facebook 等多些人去了解 Fixed Gear的文化之餘 可以多些人去不同的話題 去大家做溝通 不要只是井底蛙 認識多些東西 衝出你單車的圈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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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拜拜